你好,我不知道我这样的回复是否符合你提问的具体诚意,但是我看到有没有人讨厌自己的父母这么一个话题,的确让我感到不能平静,所以我想与你深入探讨你的讨厌的游览,我们是否可以从你个人成长发育的各阶段里找到缘由呢? 因为不同阶段的讨厌可能反映出我们成长发育过程中与父母互动关系和教养模式,一般人的讨厌会呈现出当时发育阶段短期的暂时性的讨厌的想法,这也许是我们每个人的成长发育过程中必然经历的先礼历程,对吗? 但是,如果你的这个讨厌,现在还在长期,持续的困扰着你,而且无法让你从讨厌的情绪中走出来,那我们是不是有必要讨论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你这么讨厌自己的父母呢?是什么时间?在什么情况下让你心里产生了讨厌着回之不去的心理阴影呢? 如果从认知心理和情感来考虑,我们的父母大多数并不是完美的父母,这有可能在我们搭上了父母后,或者系统的学习过心理学及相关的知识后,才可能会更加理解和体会到讨厌父母的有爱和心理的诚意吧? 我们是否可以从讨厌和信心理的发育的视角,来理解和诠释我们各自父母的家庭教养模式? 虽然你很讨厌父母的教养模式中有许多不足和缺失,但是你是否可以引申到父母的行为,也是原生家庭习得而来的? 对吗? 萨提亚认为,一个人和他的原生家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种联系有可能影响他的一生。 假如,你的父母文化知识相应缺乏,处理事情过于简单粗暴,有时脾气会很差,有时也在社交中显得唯唯诺诺诺,显得力不从心,也不会沟通等诸多的行为与模式,那你是否会与他们沟通吗? 你想过如何讨讨论这个问题的吗? 是否思考过有可能跟他们原生家庭的教养模式有关呢? 既然父母与个人和经历有着难以割断的连结,那么父母的行为模式是否也在重复他们自己的原生家的情模式呢? 他们的教养模式是否也是在传出他们习的这种行为模式呢? 如果你不能接受,请问你思考过用什么方式沟通父母更乐于接受和改变呢? 当我们看到每个人的父母都并不是最完美的现实后,我们有什么感觉呢? 是从父母对自己孩子的爱,都源发于内心的爱,虽然他们的管教方法不是十分得当,有时也会激起我们的讨厌情绪, 但是绝大多数人也会认同和所接受父母教养模式的,对吗? 因为我们的父母在他们生孩子之前,也很少有这方面的知识储备,他们当时也不太知道如何做更好的父母,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父母他们的观念,思维模式,教养方法,以及人生经历的传承,直接受到他们原生家庭的影响, 这会让我们看到他们的人生,展示出不仅完美和不仅仅仅的一面,通过对父母教养模式的观察与反思, 我们是否可以进一步理解父母的教养模式呢? 我们需不需要换一种认知、行为去理解和对待他们呢? 过去父母的管教行为和教养模式,真正就是他们的错吗? 草原中我们是否真的理解到上一代人会影响着下一代人模式呢? 这样的思考可能对你产生更深契地呢? 你们心中是如何看待这种传承的呢? 在父母眼里的子女永远都是自己的小孩, 所以他们爱、操心、拐教、甚至泽马,都可以提升到我是爱你的视角来诠释 从这个角度就算你觉得父母把握着讨厌,但他们却依然会以自己的教养方式 这并不是容易改变的 对吗? 有的人可能说,对于每个人来说,父母的爱都是最伟大的爱,可自己却时常感受不到的 对于自己的父爱或母爱找不到暖意,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你是如何看待自己在成长发育过程中,没有深切的体会和感受到父母爱意的内涵呢? 你自己真的觉得自己不配找到父母的真爱呢? 还是用讨厌和离语他们爱的情感呢? 这是否还有另外更深层的讨厌的含义呢? 你是否愿意与我们共同回顾你的成长发育过程和你的人生经历呢? 假如当时你年龄可能还是很小,或者是处于青春期的发育阶段 所以存在着自我和叛逆心里,无法感受当下父母的爱意 这会是什么者挡住你看不到爱的双眼呢? 你是否只看到他们只关心你的学习成绩,而不关心你的精神需求? 对吗?你时常感到父母的压力,有时对你很霸道,的 专门与你过不去,就好像感觉到自己不是亲生的一样 对吗?你看到自己的父母,往往缺少别人家父母好 比较别人的父母对自己好 这是否也是激起你抗拒与叛逆自己的父母呢? 是什么具体的原因,你十分讨厌父母,真的是他们的劳道与管教吗? 这真的可以成为成为你讨厌的原因吗? 是什么让你感到在这个家里,你就是那么一个活得最不开心的人呢? 是不是你有对父母的积怨和不满? 少女在心里早有产生,快点离开这个家的想法呢? 也许有的人认为父母为什么生了自己,反而没有好好的养育自己呢? 认为父母是不负责任的,也有的人在自我的意识中经常感觉自己的父爱,父爱是缺失的 父母与自己也是没有什么感情交流,父母无法给予到与别人相同的物质支持与保障 更有甚者是许多大学生也存在这种错觉 虽然他们的父母生活在乡村或者生活条件比较艰苦的条件下 认为自己有学识,而父母却是缺少见识,缺乏主见或各种不足 将自己无法与同学比,感到很自卑,不希望同学知道到父母的状况 假想如果被同学知道自己家庭和父母,自己觉得很没面子 会自认为让别人瞧不起的,虽然有的已经参加工作了 但是还存在自我的意识中,还是认为父母只会扰乱自己的进步 不会在生活,职业和其他精神,物质的方面寄与支持与帮助 有的甚至怀疑和否定父母的价值感 有了这样的想法和认知后,对自己的父母产生不尊重,不认可,不接受 逐步与父母产生对立的态度,只会站在自我的角度来看待问题 什么都是父母的错,认为自己没有生在一个好家庭 感到无限的烦恼,一起前途渺茫的悲观心理 出现了哀气不信,怒气不正的心理现象 这会让我们看到,存在这样的心理的人,是否跟自己的叛递和自卑心理有关呢? 还是在其性心理发育过程中,遇到过其他心理挫折或创伤呢? 我们是否可以从父母传承他们原生家庭的视角来讨论 父母也都享有良好的教育,将自己有好的素质 无奈的是他们也没有选择自己父母的权利 从这一点来看,你现在用不满的情绪和短力态度去讨厌,捡起他们 是否得到呢? 我们是否能从产生你自己讨厌父母的思维模式的背后看到成也? 对,来寻找解决办法呢,否则你会被困在怨恨心态中,而无法解脱的 对吗?我看到你愿意解脱你的痛苦不开的 对吗?虽然你还有很多原油和基因,现在无法表达或者不说 但是你的真的很让你讨厌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说,人的出生是没有选择权的 对吗?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 总之,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的人生 一般人认为父母基于我们生命 就是对自己有莫大的恩德 对吗?许多人都认同父母养育我们 父母给了自己健康的生命 这就足够了 他们时刻怀着子不嫌母丑 狗不嫌娇平的朴素心理对待父母 懂得养有贵乳之恩 其实对一般人来说,血龙与水的关系都是任何的 但是就是有的人不能接受自己的父母 理解父母,宽容,越难父母或要叫父母的不足 对吗?这可能跟自己的讨厌的自动思维模式有关 有的对你来说是很难学掉的 对吗?你能否先自问一下自己到底是什么真正的原因 将自己迈不过讨厌父母的这道坎呢? 我看到你虽然内心中也强烈的渴望渴望被爱,渴望沟通 但是你的努力和尝试去改变动力在哪里呢? 如果找寻复复出来,那又如何有动力解脱自己呢? 看寻找到那究竟是怎样的心结在困扰着你 你只有打开心结才能让自己真正的改变 对吗?我想我们可以帮助到你 帮助你走出内心讨厌的阴霾和困境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